歡迎繼續收看相關關心態的南道新聞 差不多年北南地区的部頭已經開始採收 有幾十多年政治經驗的農民林平良 因為有自己一套的管理技術 所以他的部頭的第一道和考驗都讓人是情而樂 在此也不會去受到負責的上海來選擇 因為當期所建立的消費者的心軟感 可以醫療主宰主宵的方向 讓消費者在第一時間 就吃到最新生的部頭 百合時間進行採收 希望跟本領最新生的部頭 第一時間散給消費者 早前北南地区 正在幾方山下的部頭 在好的心中條件 和上到農民很厲害的管理技術之下 偏見是向嚴露 因為有自己一套的管理技術 還不得行的工程 為傳統要求收容的觀念當中做改本 對救好品質 也能出到社會者 等於建立到吃好的關係 因為這邊肉質很Q 也很好吃 吃起來甜度都很甜 雖然對到農村人口弄化 面對工人排除的困境 上邊的只有減少到財政的民主 不過在管理上 甚至四個都不會清菜 看到消費者吃得開心 又是在農民的動力 普通比較好工事 變成工人比較少 我們自己沒辦法增加多 因為產量的面積也減少 家裡人比較不滿意做 對 比較少 現在這樣很少 現在工人也沒辦法 因為整工人都老了 比較多 有幾十多天 葡萄菜水的工廠 又差不多結束了 想要吃好吃葡萄的民眾 還要飽時間 現在我們先炒紅報道